一直不明白一个问题 当年八十年代的时候 你们在这个国内那么火那么出名 但为什么纷纷的 包括阿诚老师甚至是王硕也到美国住过一阵 为什么你们大约同时都往美国跑 这个是中国早前三十年是往苏联跑 虽然没多少人能去 就改革开放以后就往美国跑 我也不知道怎么会变成这样 你呢当时是想什么呢 我当时很简单就是去看原作 非常简单 看原作旅游去看不就完了 那会哪有旅游啊 民航这些业都还很少有飞机开到美国去 那一周就一班那个时候 就去留学潮嘛 哎呦那索拉呢 我其实不是 我是第一次去美国是访问去的 我那是第一次出国 然后去美国就访问 然后呢我就不能再去美国了 因为你去了访问那一次 他就不让你两年之内不能再进美国 所以我出国是第一次去的英国 然后到了英国好多年之后 我才又去美国 所以我先去了英国 然后再去了美国 你说我现在对这个美国的印象啊 当然我都是旅游去两次 但是我现在慢慢觉得 因为这个大选 我好像开始意识到这个事情 你看前一阵我们节目啊 来了一个那个教授 就是叫饶意的 好家在我们节目那都炸了 主要是因为这个他这个饶意啊 讲话特别这种就是那个 就是绝对正确是吧 哎一开始这么说话的人 好多人都骂他 可是就随着我当主持 我也觉得得意志一下他 他简直就就疯魔了一样 就是说你们他妈选特朗普 你们这帮傻子 你们完全都弄不明白 他一个要赶走华人的一个人 华人还在这么为他高兴 这批人蠢 因为你支持共和党是没有问题的 你不能支持一个反对你的种族主义者 我认为这是这批华人的问题 我是觉得比如说 这是不是美国有点衰了 我现在觉得 你比如说我们在网上一问这个问题啊 过去就很多人就是说 我这孩子是该留学英国 哎走了你也在英国待过 在美国待过 就好像就是说 孩子应该让他留学英国呢 还是留学美国呢 就一直到现在就说是 好像说美国现在还是中国移民呢 就存量最大的 对 然后差不多到2014年的时候的这个调查呀 也是说华人这个要移民最主要的方向国 也是这个美国 可是你觉得美国现在是不是就是有点不行了呢 是我相信我看的他这个过程 你看34年前里根当政的时候是一个新时代 越战也过去了 然后这个经济混乱 然后国内民权运动都过去了 然后回到保守主义 同时英国有个撒切尔 然后尤其在他任上差不多冷战快要结束了 就他铺好了以后 等布什一上台 就是90年的事情发生了 就苏联就没了 就这个过程跟今天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但是紧接的就是经济萧条 我当中经历过好几次经济萧条 我都忘记了 他们经济萧条是公开讲的 我们现在进入经济萧条 你市面上也能看得出来 然后这立刻会变成每一届选举的一个话题 然后主要是意外的出现了911事件 就新世纪以后 多了一件事情出来 就冷战没了 然后单边这个世界出现了 到了911以后 重点就变成反恐 所以国内问题一直被搁置下来 我这样说肯定是不对的 因为这是一个很专业的话题 但是30多年前最大的话题是冷战 然后冷战问题结束以后 刚刚消停几年 这个就要发生了 然后最大的话题是反恐 反恐到了 我相信在奥巴马上台没几年 就那个谁被打死以后 那个叫谁 基地组织那个头 拉登 在拉登过了以后 就呼声很大 就该转回国内了 但是好像也没有转回国内 还有很多其他问题 所以我见证了从里根一个 他们认为非常辉煌的时代 一直到今天一大堆问题 国外的国内的 所以不奇怪 但是选举这个正式 大家闹啊争啊什么这种 然后各种叠当过程 戏剧性的 每届都是这样 所以我以前不关心选举的 我不看节目的 那徐类为什么你觉得这次你关心了呢 网上都有嘛 就是朋友圈里面都也有不同的那些 在美国的朋友 就包括华人的 好像态度不是太一样 就华人好像在那边都打起来了 也不一样 就是社会地位相对高的 比如说加入这种上流社会的美国的那个华人 他完全是就是辞职以逼 就是劝川普那个绝对是不能支持他 这么这么这么说 就是说 包括他 他赢了之后 都是痛哭的那种 那种表情 跟那种 跟那种就是普通的人的 就是普通华人在这生活的那种 表现完全是不同的 完全不同的 华人这次好像是似乎是飞机啊 弄的这些 对 这个成群结伙的那个去宣传做 好像花了很多力气 而且这次呢 就是说这个 我看了一些调查呀 就是说在美国的这个 我还得到一个概念 叫第一代在美国的这个华人 就是说就叫什么 就叫新算算什么 新移民吧 他这个叫第一代 但是还有一个呢 叫1.5代 1.5代是什么呢 就是说同年的时候 来到美国的 这是1.5代 说二代呢 就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 然后说那个混的怎么样 就发现说呢 这个1.5代的人 人均收入就是最高的 这个是你说这说明 现在这华人在美国混的好 还是混的不好呢 索拉您有了解吗 因为我是 就是完全就是签了合同 到那儿去搞音乐的 所以呢这样的话 我没有想更多 但是我经历了克伦顿那个时代 我就知道比如说纽约在90年代的时候 发生了在艺术上发生了特别多事情 就像你刚才说的 你问是不是美国完了 就是90年代的时候 这从93年以后 就是美国的艺术界发生最多的事情 就是等于说从60年代嬉皮运动 一直到90年代 一直往上走 各种变着花的发生 各种有意思的人都在那个时候还在 但是呢完了911以后呢 就一下子就觉得这个就下去了 就好像就就就就一下子就开始越来越冷清似的 就是因为很多事情就很难发生了 再加上美国这种战争啊 他打的自己打的 而且就是各种 可是其实当我们在时候90年代 在美国的时候 我们当然就只不过是小小的艺术家 或者我们是小就是移民 或者所以其实你并不知道 战争已经都在到处打 就是在90年代的时候 到处已经开始了战争 我们离得太远了 我们看到的就是艺术 看到什么 但是其实那个时候 到处塞尔维亚的战争 中东的战争 非洲的战争 已经到处美国在 就是到处都是战争 所以其实我想可能就是美国 就一直这么多年 这个就是像担心说 一直没有停的 但是他有一种舆论 就是在那个时候 在我们在的时候 因为他他就是所谓现在 大家说政治正确吧 就是说你再怎么样 有一个政治正确在拢着你 所以各民族的人在哪 哪怕外头再怎么打 在那个国家里 在各民族在一块的时候 你不能怎么 你还有一个平等的感觉 因为大家都知道要维护这个平等 平等空间吧 所以就是现在呢 这个就终于 这个平等空间就可以打破了 就是这个是让人特别伤心的 而且就是现在 他们说什么 就是种族歧视 就是文革呀什么 我觉得那肯定跟文革 也应该是两码事吧 但是就说这个 非常恐怖的 但是川普就说一当选 我这两天看他们那边就是说 好真的有人 就是华人就说碰到他街上啊 就有人冲他说啊 说发给我中国人 滚回你的国家去 就好像是不是得了事了 然后呢 好多人啊 真你知道吗 现在好多人真跑到墨西哥边境盖墙去了 就是特朗普还没拨钱盖墙呢 现在好多美国人说 我自己捐五百万美元 我盖墙 就叫把他拦住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啊 我咱们老有一种 对这个头号强国的这种想象 就是我就说可以聊一个话题 就是叫中国人的美国梦 碎了吗 就是因为对我来说 就是你们那个时候去美国的时候 我们就看着你们呢 你们都是国内的大明星 一个个就去美国 而且那个时候你记得吗 姜文那个他们拍的那个电视联系剧 北京人在纽约 那都是我的想象 我小时候想象的 千万里我追寻着你 我又既是天堂又是他们地狱啊 就是哇塞 我是一直有这个想象 这是神话 神话 我给你看个电影片段 就是有一个电影 其实讲的就是新东方的那个 那个余美红他们那个事 但是呢 你可以在这个当时的这个英语课堂上 你就看到当时不同中国人呢 对美国的这种想象 你可以看一遍 美国的种族歧视 另外 老师 您去过美国吗 您是从书本里看来的美国吧 对啊老师 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你们两个是哪个系的 所谓的American dream 就是在梦想面前 人人机会均等 全世界只有美国能做到这里 年轻人 你毕竟 太年轻人 太年轻人 老师 我一定会去美国的 I find out for myself 一个电影片段 你看了这个有什么感觉 两边都不太对 我觉得 怎么叫两边 这美国神话是对中国一定是有的 因为 这改革开放以后 全中国人忽然多了一个想象 就美国 然后这个神话 实际上从二战前后就开始 二战的时候 他们曾经帮助中国 就打败日本人 接管过一部分 这一段时间 所以从上一代人 续到我们这一代 美国想象一直在的 只是改革开放 我们可以去了 然后短短三十年 忽然就中国人在美国 已经很多很多了 所以出现你说的一代办 和一代这个问题 但是回到前面那个说法 就是 这跟一代办和一代不太有关系 是关乎每一代人 正好赶上美国的国情 在哪一个阶段 如果赶上经济好 他就有好工作 好前途 赶上不好 没了 还是赶上 你在哪个州 哪个州 就种种原因 说华人最主要的就是 纽约州和加州 光是华人 所有移民都这样 我们总会关注我们自己的群体 其实所有移民都在同一个情况当中 什么呢 很简单 前年我弟弟生了个儿子 然后我到这个医院去等着生出来 那就跟旁边的聊天 一个意大利老移民 他孩子 他自己就是一代班 他是年轻时候到美国的 他的孩子就是第二代 然后他第二代都已经生孩子了 他很忧虑的跟我说 他说像我们这一代人 的薪资和工作机会 到这一代再也不可能有了 然后他就跟我说了很多理由为什么 但这不是我第一次听到 还有再说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你说种族歧视 现在这帮中国人滚回去 就对移民的种种 就是从川普那个言论里 一直透露那个讯息 从我去就开始了已经 就是先到的移民 都会跟美国人一起 希望解决后来的移民 和非法的移民 从来就这样 从来就这样 所以我们对美国的议论 其实是因为这些年有网络了 然后中国人在那越来越多了 所以好像是个新问题 全是老问题 早就有了 但是你觉得有没有国运这回事 有啊当然有啊 因为我呢 就是我多崇洋没外啊 对吧 就是但是我最近慢慢感觉 前些年我还听着就是海外华人 海外华人最爱国 中国强大了 明显眼看着你们就颓了 这个我还没有什么感觉 我记得你看我第一次去美国 我说哎呦 我说怎么同样牌子的这个酒店 这美国咱马破呀 就是中国 中国的这个同样品牌的这个酒店是新的 对吧 然后呢我去到美国旅游啊 在坐着那个开着车跑啊 我说这是一荒野国家呀 这简直就是除了纽约就大城市 路上都是这种破铁皮房子 那大火大幅的这种荒凉感 老工业国家 老公路 老机场 老火车站 咱们现在去中国全是新机场 中国是后发国家 就二次现代化以后中国才才才才才才才起来 后发国家全都比老帝国要新 哎但是呢 还有你比如说我知道这个川普这个大选结果的时候 我在这个欧洲啊 哎我这一次去啊 我就最近一比如说先去我全去巴黎 我就觉得巴黎怎么跟我十年前去那巴黎不太一样了 有点像北京火车站了 你知道吗就是甚至就有这么一个一看就是那个移民 主要不是西方变了是中国变了 主要是中国变了 你这么中国牛逼了 你先到处机场光比机场 你像中国全是崭新的机场 没错哎这次就在德在那个柏林那个机场我飞回来啊 我还说就说去了这个机场过了那个安检 就是进去之后在那个免税店嘛 说买点东西什么的 一进去之后就是登机口 连个免税店都没有只有个小卖铺 我说这是柏林 然后你说我在伦敦呢在哪就看 我跟你说就说这个酒吧夜店是吧 我那边当地朋友带我们去玩 去了之后我说这是怀柔的夜总会吧 哈哈哈哈你没玩 哎他们说现在全世界最好玩的夜店是哪北京 说世界一流的就是那个那个灯光化电 唯一的区别就是里边那个人的区别 我觉得柏林那机场特别好 它那个老机场嘛 一下飞机就进城了就特别方便 而且是不是你这二十分钟 对你进去特快也不用老开着 像咱们现在还坐着车坐着火车又再进去 这这这那柏林那机场我觉得特别好 就是是不是你等一进去就进国门了就进去了 就没有人那么多的复杂 就是等于我最近两次去这个欧美啊 我就说我这个重阳媚外的人都现在开始慢慢感觉到 因为我在早以前我以为这就是欧洲特色 人家多有文化人不像咱们玩这个土豪的这一套哈 可是有些地方的那种破旧包括是这个服务业 你比如过去咱觉得中国这服务业不行嘛 对吧那肯定欧美行 可是我现在发现你比如你在北京确实是堵车有很多的不方便 可是你可以宅在家里这个快递啊打了电话在香港都没有 你知道的一打个电话就给你送了打个电话就给你送了 就是就是 它主要是老帝国 你要想这个英国在中国晚清的时候就已经有地铁了 然后辛亥革命的时候纽约的地铁就已经有了 然后中国在闹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们的国际机场都造好了 高速公路全都有了 可你算上这什么时间 70年代离现在有四五十年了已经 那当然又旧又破又老 那中国就这30年起来主要是这20年起来 但是这种又旧又破又老其实给人一种有一种安全感 刚才咱们跳过去说你比如说你说现在年轻人 咱们什么都有好像什么都有 那为什么咱们在这儿的年轻人安全感 其实不如那边的年轻人有安全感 就是因为那种又旧又破又老它有一种系统 它有一种生活方式 它有一种长期延续的生活方式 让你觉得就是有一种意识 我不该敢复合它这个话题 为什么 民族主义啊 咱们喜欢听到咱们好啊 我没有说民族 我说的是国外的那个又旧又老的延续 我当然觉得柏林机场荷兰机场 我觉得这个比利时机场都非常好 很人性的机场 对呀 但是我现在不太敢说这些 为什么 咱们只能是新旧的对比 要论新 中国是最新的 怎么就不敢说那个柏林机场好呢 我不太敢说现在 为什么 我很多话不敢说了 你可以说二号楼三号机场吗 二号站三号站吧 我坐飞机我喜欢到二号 接人有方便 我甚至喜欢到更只 我喜欢到一号机场 就最早的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个机场 但是我最喜欢的机场 我叫所有给我订票 你说不要订三号航站 但是你说这就是一种啊 你对什么觉得叫好 其实是有个价值观在这 这是争论不完的 可是你的这个价值观呢 你比如说我有一次去温哥华 我就发现加拿大的人 他很有意思 就是温哥华这个小孩 这个父母就说啊 这个孩子就是第二代的 出生在这的 说出生之后一回到上海 哇觉得中国才是繁荣的 好我们去跟人家说 我说欧洲小镇都不盖高楼 都是一个个的小旧房子旧旧的 这多有味道 但是在孩子们的眼里啊 上海五光十色呀 是 他真觉得我的祖国比我这强大多了 他确实有这种感觉啊 对对 不是中国变化太快了 非常快 仅仅三十年前 就是所有我在纽约认识的台湾朋友 香港朋友都非常想到大陆看 来了以后都说受不了 机场一片昏暗 然后洗澡还没热水 种种这些 我们当时都没有想到 就中国满街会停满 停满这小汽车 然后堵车 完全想不到的 二十年前根本想不到 你看我跟你觉得 而且我当然我过去说 我说这东西吧 就是硬件 咱们都比他们强了现在 软件 你比如说同样是个酒吧 这酒吧讲装修 比北京的差远了 可是呢 唯一不同的就是里头的人 以及呢 酒吧里放的音乐是西方的 我刚才说就是细节 这个精神 不是说音乐是西方的 细节 就是细节 但是呢 我现在又觉得 就是说中国这种 比如说这种服务啊 包括也慢慢的 你会感觉到 过去中国是效率低的 代名词 可是我现在觉得中国效率啊 并太的高 而且这种高啊 让我觉得他们有点 渗得慌 你知道我昨天 我平常在北京就是叫那个外卖 你叫那个餐呐送餐嘛 送餐你知道有那个催催的吗 因为他没到嘛 我就我就我就点了一下这个催餐 结果那送餐那个小哥到门口拿拿来把这个给我给我这个劲给我道歉 说对不起啊今天这个堵车我就是完了我拼命赶了我拼命赶了我说好没事没事你走吧 我说对不起啊 我大叫二十多岁大叫火的 是不是有有有 哭了啊 哭了 我说我说这为什么 我又没怪你啊 他有奖层制度可能会 不是对啊 他说大哥你你能不能把那个催的那个锅再按一下我取消 他说我怎么了 他说扣我三百块钱 他说因为你这么催我一下二百还是三百 我的娘我点个饭才几十块钱 是是是是 我就觉得你说这样他服务业能搞不好 但是这个里面是不是又透着一种很扭曲很可怕 很邪性把人逼到一种早期资本主义的这个快马加鞭 对对 对你说这个 误人性 徐类你你你你现在要是回到当他们当年那个年代你想去美国吗 大家现在我我从开始时候就没有没有那个想去美国的那种就国外生活的那种意愿 就看看可以 就是我觉得我还是一个保守主义的就是我去的国家其实不多 但是有的国家呢我喜欢反复会去几次 对探索一个新的东西我会害怕的 那你说现在的人纷纷到美国留学让孩子留学这个方式还是好的吗 肯定还是对孩子是好的吗 你你你你你也有有有有有孩子在在在美国 我觉得是好的 怎么说我不管你觉得这什么话该说不该说反正我觉得是好的 去国外留学 嗯因为咱们这儿的功课吧说实在特别重 但是老师的教学呢是缺乏细节的 就是现在据我了解 对啊 所以呢就是缺那缺的很多东西 然后我们那个就是我们的教学信息少 其实信息不快 然后呢老师相对的来说保守 然后因为老师保守就给学生呢特别多的压力 就是你必须得好像表面上在完成一些东西 排名排序 对然后这个就没有真正学到那个东西 因为你真正学到东西 首先你你最后你就不想再学了 其实你就会恶心了要吐了 小孩就会有反叛心理这样学习下去 而且压力太大了就小孩的健康都会那个 我觉得因为小孩要成长的话 他需要一个健康的环境快乐的环境 学习的过程应该是快乐的 所以我想的目前在国内的这种教学 它有很大的问题 而且研究的这个课程课题吧真的有点太少了 就是大学里边做专行各种研究的课题真的有点少 好那那下一个问题就是送孩子去美国留学 那现在还觉得留完学了就留在美国生活了 这还是个好的路吗 这都无关美国事关中国的心态 就是一方面我们一直想唱衰美国 而且有点像唱唱的有点像了 是衰了 另一方面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现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是数量最高的 三十多年前我去的时候还比不上台湾比不上香港高 也没有其他国家高 就三十年后中国高居第一 而且这个趋势停不下来 就是你们去想 是有道理的 那么多家长愿意送去 现在都自己花钱去的 他们到那儿就泡咖啡馆的吃很好的饭菜 跟咱们那几代留学生的不一样了 他不挣钱 可是他花钱 但是你看 这个为什么我这次在德国碰见一个小孩 他就是属于从小出生 就是父母就到了德国嘛 从小出生在德国的 他现在想的就是他准备 他说我准备回北京 我说为什么 他说这欧洲太不好玩了 就是对孩子来说 别说中国孩子 现在西洋人倒灌想到中国来谋犯 这情况越来越突变 我觉得学完了以后 回来工作挺好的 这个道观早就开始了 我昨天经过 我陪我父亲从湖北水镇过来 经过密云县 密云县已经是一个大城市了 结果这个开车师傅的小孩的幼儿园 他老师是加拿大来的 就一个密云县的幼儿园老师 当然是高等幼儿园 已经是外国人在教了 北京市里的外国学校就更多 我经常见过很多 到中国来谋犯的外国人 层次也并不很低 就是中国是早饭晚的地方了 中国只是没有开放移民政策 所以情况已经在早就变化了已经 那你比如说 现在要再让你回去美国生活 你还有兴趣吗 还有兴趣 我愿意 就像他讲 那是非常人性的一个社会 很安静 讲道理 但是从这次川普 通知也好 川普选举之后 你觉得还是很讲道理吗 一个社会长期形成的形态 不会有大变化 就是一个底线以上的一个情况 不会有大变化 但国策一定会有变化 经济会有变化 比如战争情况 什么种种政治格局 就肯定会有大变化 但也不会有太大变化 每一任政府都在许诺 说我上台怎么样怎么样 但变化都不是很大 还有更大的力量 在让美国变化 无论是他唱帅也好 怎么也好 从复兴也好 我就现在就我不懂了 我就刚才讲的国运 你们这感觉会不会 从这就慢慢 这美国就收缩了 就我们过好自己日子得了 我们也别那么道德了 管人家别人家的事 然后慢慢的我们的经济 它早就收缩了 就是中国的经济眼瞅着就是 就是这个最大经济体 就要越过它了嘛 超英赶美 至少在这个GDP在这说 应用不着超了 是啊 这个 这是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世界大事啊 就是中国确实影响力 越来越大了就 是啊是啊 是吧 其实不是美国梦怎么样 而是中国梦慢慢在实现 至少前国梦 然后就在世界上有地位 这实现了 那初步实现了已经 那你说美国梦是什么呢 美国梦就是 其实是一个有点过时的东西 就是所有 一文不明的人 也没有来历的人 到了美国 会能够过上好日子 有尊严的日子 这个梦今天其实还是真的 但是川普讲的就是说 这事不灵了吗 对它已经让太多人实现了美国梦 贫富加大了 实现以后 这就是个上公共汽车的理论 大家都想挤上去 但挤上去的人 最好下面人不要上来了 这从来如此 这美国只是最大的一个空间 就已经容纳了太多人 早就说要驱逐移民了 里根时代就驱逐了 就开始移民很恐慌说 这下政策下来 很多人就非法移民待不下去了 达不成功了 得驱逐了 可是我只看到越来越多的来 一直到90年代 我打开报纸一看 头条就是金色冒险号 在长岛外面搁浅了 300多中国非法移民 从床上跳下来 冰冷的水 移民局立刻把他们救上来 每个人一床毛毯 就散步在岸上 然后就按照他们的移民法 很人道同时很严格 就分 只要你有亲戚打电话 就把你领走 你要没有亲戚 先关起来 关起来以后可以打牌 可以画画 可以干任何打乒乓 什么这些 然后就等移民局的处理 永远是这样 就任何非法的犯罪的行为 他们立刻进入法律程序 其实是很多人出来会画画 会叠什么小东西什么这些 当然也愿意回去 就是熬在里面不好 就我亲眼见过那样的人 而且有人很后悔 说我在福建都已经开车 有公司了 主要是村里面都会骂你 说你那麽混到这样 还没出国 每家都要派一个出去的 每家都要有个出去 所以中国很多人出去 不是因为贫困和无路可走 而是一个面子 就要去了 去了发现美国不是这样 这过程早就开始了 不是今天才开始 你怎么说去 我有一个朋友去美国去 然后呢 看他一些老的朋友 老朋友甚至是过去的政府机构 已经做了处长什么出去的 因为过去中国和美国的这个 生活水平 各方面的水平差了蛮多的 现在慢慢中国就是起来了嘛 就是相互差距没这么大 所以我说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他说最大的感受 其实就是最失落的是 这番过去到美国去了那些 是 因为他完全是没想到 中国会发展成这个样子 他原来比他差的那些人 或者是差不多的人 都已经做了很高的职位 或者是做了很很大的老板 他们完全在美国 没有时间来到美国目 他们最失落的是这样的一种 然后回来之后呢 已经没有他们的这个机会了 年纪各方面也没他机会了 所以他们的心态特别就是 就没想到这种差异性 没错就是说 钱平了 当年的这个同学原地没动 对吧 我到美国奋斗20年 他们当时放弃了很多东西了 对 就是他的已有的社会地位 已有的这些背景都放弃了 所以你中国人去 到那洗盘子 美国梦你是想在美国成功 对吗 这个过程 台湾开始的更早 我80年代 见到不少台湾来的人 唉声叹气 说我大学同班同学 现在在台湾 什么什么公司老板 年薪是多少 收入是多少 因为台湾当时还在戒严时期 大家不安全的都想出来 就能到美国的也是佼佼者 但很快他发现他只能开个餐馆 甚至还不行 但是他的同学已经发了 他的台湾经济起飞嘛后来 所以这个过程大陆只是晚一步 晚10年到20年 而且规模更大 你看这是我最好玩的记忆就是 30年前我出国前 只要来一个华侨或者是外面来的 全都晚上聚一块 你说这外面情况怎么样 我说现在我每年回去 主要任务就一桌桌饭吃过去 所有人都说你说大陆现在怎么样 北京怎么样 你说他们现在就是在外边的华人 还瞧不上祖国吗 没有没有 没有了 不还有一个非常重要 网络非常非常重要 我在国外如果被人认出来 10个有10个说 我在枪枪三人行上看到了 对对对对 这枪枪三人行自从联网可以华侨看到 你都不知道你在外面有多少观众 不管他什么政治立场 所有人都知道你 就知道你这个节目 就对海外很多人 我在海外比较火 但是就是你说的 刚才有一点我也觉得挺有意思 就是说你看中国就是像我刚才说的 一切让我感觉到好像要比他们强了 方方面面 但是这个你又总会感觉到有些 让你觉得特别凄厉的一些的东西 就比如说我看见那个送外卖小哥哭 然后那天我就看见就是说 你说这个讲道理 比如说你说这个在美国不管怎么说 他讲道理 那你看中国很多时候是不讲道理 发展起来的 比如说最近 这有个叫什么贾金龙的 就在我们石家庄那 一个就是这个叫北高营村 这一个村 好 这个来了这个党委书记 这个村长是吧 是个能人 确实改变面貌 改变面貌就是这城市化 说你现在一到这个北高营村 跟我们石家庄的大城市的一个区 没什么区别 楼房 因为他就拆迁 就是你的旧房拆了 我给你盖新房 当然就在这个里边发生的这个纠纷 然后就有一个叫贾金龙的小伙子 他呢 其实也不见得他就占脸 但是呢 他就是说发生了纠纷 他说我守着我这旧房 我就不搬 我甚至要在这结婚 结果呢 他这旧房就给推土机 给推了 推了之后 他这未婚妻也不跟他结婚了 然后这贾金龙就买这个射钉枪啊 就有一天 这个党委书记 在全村发表讲话之后 走下台 他就从他脑后一枪都打死 就前一阵刚刚最高法院核准 就说执行死刑 因为有些法学家就是说 哎什么 这个不一定要判他死刑 就是到下留人 说因为这个里边 他是被强制拆迁等等 但是最后还是给执行了死刑 我就是觉得你看 我们这个面貌变得 哎 比美国那荒原 可以说是高楼大厦多多了 可是在这个背后似乎又有一些 像我觉得特慎人的事情 嗯 不是说谁就一定对 太多了 嗯 就是我觉得 其实就是回到刚才那个 我们刚才说的那个 就华人担心的事情 就是说啊 我是不是在这打工 或者我是干什么 我想可能还是一个 背后的生活意识形态的这个 这个一个一个东西 就是我必须得出去成功 我在国外 我必须得成什么人 我必须得买房 我必须得买车 我必须他 就咱们带着好多价值观出去的 就是特别累 可是后的这些小孩 比如说你第二代生下来 在美国生的孩子 他就没有这感觉 他就不会觉得 我一定要挣钱 买车买房 我就要享受那个 就更加享受 比如说我碰到一个妈妈 她就跟我讲 她说跟我说 这是又是音乐的事 她说我儿子现在就喜欢打DJ 怎么办 因为他是第二代 就是生在美国的 根本不想去好好的 就是学法律 或者当律师 或者当什么 就是想打DJ 这怎么办 怎么生活 而且呢 他说你能不能 你跟他谈谈 让我去谈 我就说 我就跟小孩说 我说的首先第一 你是不是感觉要 每天晚上脚疼 因为打DJ 会晚上脚疼 脚疼 你就是身体的震动频率太高了 我说的你怕不怕 因为你特别年轻 你才二十多岁 她说我是阿姨 我是脚疼 我说你会脚疼 而且呢 你会身体感觉累 因为这个震动频率太高了 你每天在这 如果你不觉得这个是事 因为它是那个高震动频率 对你身体是有影响的 你如果觉得没事 她说我没事 我享受 我觉得我是脚疼 然后呢 脚疼那穴位 就是她说的那个 但是我享受 我不这样活 我觉得没法活 我说那你就去做 就是这一件事 我告诉你是个关键 就是你的身体 你只要不怕 你就去做 他就现在这孩子 就是一个很成功的DJ 在美国 就是他就到处 在俱乐部里打DJ 这就是第二代的 中国的小孩的移民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概念 很尖锐 很多家庭都有 老年人就会老在谈这个 咱们是不是这么挣钱 跟国内这么比 咱们这么挣钱 跟国内 就给自己特别多压力 可是现在小孩 他不这么想 就第二代已经不这么想了 说实在的 中国现在小孩 也就我希望 我们现在的这些孩子 也是能够这么长大就好了 就想做什么 做什么特别放松 那你说 比如说我们这次 在网上什么收集问题 还有人问陈老师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想问问丹青老师 就是说你前些年 一直说美国好 说中国的教育制度也有问题 孩子被扼杀等等 他说但是你看现在出去留学的都回来了 对吧 全世界都看着我们这个中国的 美国美帝国主义 你瞧现在都闹成特朗普 美帝国主义的感觉都该打内战了 对吧 你现在还怎么说呢 我投降 我现在明白了是闹了半天是这样的 我刚才所以说 他说我不敢说不敢说 我一直明白为什么 我明白了 我不争这些问题我不想争 那去英国上学 现在的目前去英国 投降 这是意味着你无话可说了 我不想争这个问题 如果你非要争我投降 OK 你如果这样我一贯就是 你如果你认为是这样 OK就你认为这样 就像你应该让我认为我的观点 我觉得是这样我就说出来 然后你觉得不是你也说出来 那么我问你这么一个问题 假如说现在你的孩子 就是现在到了要决定 是否出国留学的时候 你在现在的这个历史阶段 历史关头 你还一样让他去美国上学 甚至是定居在美国吗 会我想会 他定居不定居是他的事情 是他的选择 但是我相信我会跟三十年前没有两样 就是OK你想出去就出去 我鼓励现在的孩子能出去就出去 但我不鼓励他们留下来 也用不着鼓励他们会回来 那中国现在好起来了 跟我们那会不一样了 就至少物质生活 现在看这个见识 就是国际化的见识 是一个基本向 我觉得 是个基本向 而且我觉得其实 和过去不一样 这么想法 我们把事情想的更简单一点 你生到一个河南的小孩 他肯定妈妈希望他来北京上学 河南还是河南 河南 在河南的孩子他想来北京上学 因为我现在 比如说 在一个小县城 在陕西 陕北 特别的农村 他就想去延安上学 就是他觉得他去大地方了 那生在延安的人想去广州上学 就是其实他每一个家长都希望那孩子去更大的一个地方 其实就是说啊 这么简单 我觉得不用去逼着那家长 非得把孩子送到国外 或者送哪去 就是小孩就是离开你的身边去上学 肯定是在比在你身边要好一点 因为他有一个独立的 就是他一个独立的生长的一个环境 他自己去处理他自己生长的环境 其实你可以去英国上学 如果英国太贵了 去苏格兰上学 苏格兰便宜 而我看到个 从苏格兰回来的孩子特别有教养 特别好 就是其实他主要出去了 他就到了另外一个集体 到另外一个集体 然后另外一种语言的感觉 刚才不是说到语言的 这种语言的感觉 他就有对自己有一个对照 所以小孩回来的话 再回来的时候 他真的是变成一个孩子 就是特有教养 我想是这么一个回事 就是说咱们这个经济 不管多发达 大楼不管多漂亮 但是人的教养 好像还是得到外边 长长见识